西業朝席捲中國,最後結果有多差? 台現役宗教投貢前被捕 2,500萬中國人退出醫保 宮崎駿倉路與少年創紀錄 日本批中國偷中射鄉棋子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兩個 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個案 個案一是法萊里達州的凱莉女士 最近再次購買了24瓶三高代謝寶 她表示在使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狀和不適感 都有明顯的改善 江安義是台灣的鄭先生 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 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 她在使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體力恢復、食慾增強 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 都維持在理想狀態 大家注意了 健康520是三高代謝寶的唯一官方網站 為了確保你購買到證品 請認明健康520 更多信息和購買連結 可以查看留言區的網址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兩岸新聞 我是林思明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12日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國經濟持續崩塌 細葉蔓延到深圳、上海、北京 這些一線城市 細葉浪潮 目前正直捲中國 就連北京也出現大規模的離京潮 同樣是來自中國社交媒體的影片中 一名中介介紹說 現在確實離開北京的人不少 我和我同事名下都管了一部分屋 他那邊今個月客戶中途退出的 就有13至15套 現在確實多難 微博上邊有人說 自己在北京打拼7年 工資從8000升到3萬 但在2023年失業 感覺今年是最差的一年 北京的互聯網行業甚至好像是消失了 以前找工作 APP上有數以百計的公司招聘 現在連聊天的都沒有 連外包都不看自己一眼 他最後嘆息說 現在我要怎麼辦? 屋租 鄉下的房屋貸款 還有生活費 在北京 30歲以上已經很難進入工廠 一名剛剛面試失敗的女生介紹說 剛剛去一家藥廠面試 這間廠要輪三班 每天只回8小時 到手工資 一個月人民幣5000以上 但問題就是 只照30歲以下 深圳工廠大量倒閉 附庸工業區街邊整排店鋪關門 很多廠房徹底搬空 實體工業徹底玩樂 很多人失業後 進入網約車市場 數據顯示 今年10月 全國網約車司機人數 是2020年末的兩倍多 但日軍接單數降到2020年底的大約四成 每天每人接不夠10單 網上一段影片介紹 中國網約車市場徹底崩盤 司機收入大幅下降 甚至連溫飽都成為問題 影片中 一名女司機說 現在開車賺不回租金 押給車行的押金都拿不回 一名男子一介紹 網約車市場現狀說 今年真是太難太難 很多租任公司在賠租金 租車給司機 司機現在租一部車 一天只能跑四五百元 養家糊口估計都有點牽強 中國失業人口規模 創下紀錄引發國際關注 華爾街日報11日發表文章 提到中國青年失業的問題說 今年6月份 中國青年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21.3% 當青年失業率達到五分之一的時候 一般來看就是一場危機 但之後中國國家統計局不再公佈這個數據 所以外界只能靠坊間的全民和東差篩選 來了解中國青年勞動力市場 中共政府就是這樣 令青年失業危機消失了 不僅如此 國內網友聊天紀錄曝光中共的另一招伎倆 網民透露自己的失業申請被當地人社局直接註銷 另一名網民說自己姐姐也有類似的經歷 明明沒有工作 人社局打電話來 直接要求姐姐隨便編一段工作寫上去 不幫統計上失業人口 否則這個數據會難看得多 也有人多次申請失業金 但就是申請不過 因為沒有錢消費 中國11月消費物價指數CPI年減0.5% 創下疫情爆發3年以來的最大降風 這還是中共統計局公佈的 侵了水份的官方數據 節目看《財經真相》發表文章說 歷史告訴我們 西方傳統市場出現金融危機 經濟衰退 經濟崩塌的時候 一般都會有股市大跌 房價下降 CPI負增長 貨幣政策持續寬鬆 匯率下跌 失業率上升 銀行陸續關閉 目前的中國除了銀行倒閉之外 以上的病症都存在 另外小型村鎮銀行在合併 由此可以診斷出 中國正在發生崩盤式的經濟大衰退 魏經生11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文章 談到中國經濟時說 現在雖然百業凋蔽 但還真是有一枝獨秀 據說連公務員都發不出工資的現在 網格員還在增加編制 也就是專門在網上說謊、吹水、 兼罵人的五毛 還要增加 這就是拯救經濟的唯一措施 要靠握 魏經生表示 雖然大多數老百姓不懂經濟和政治 但懂得自己的銀包 周圍的大資本、小資本都在外逃 窮人不急嗎? 小中產階級 只是消費緊縮 那麼6億窮人就會降到生存線以下 他們怎麼過日子? 靠畫大餅 真的還能繼續騙下去嗎? 這些都是迫在微節的危機 當無之急是抓住問題的實質進行政治改革 一黨專政的政治是製造貧困和各種問題的根源 中國體制內的一些明白人已經認識到了問題 但沒辦法也不敢解決問題 大家都躺平自保 等著崩潰的那一天 魏經生最後問 最後那個結果 會比和平演變或各種政變更差嗎? 在總統大選前 中共重金拆反台灣陸軍 韓特報謝宗教一案被曝光 引發廣泛關注 台灣媒體周刊王11日報導 高檢處今年徵破一宗中共招攬現役軍人案 中共通過台灣商人謝炳成等共諜集團 邀請謝宗教去泰國玩 期間與共軍高層會面 中共方面承諾幫謝宗教的妻兒拿到泰國精英簽證 中共還答應一旦台海開戰 謝宗教的家人可以以泰橋方式優先撤離台灣 並且每個月會給大約20萬元的薪資 條件是謝宗教要駕台灣CH-47軍用直升機投共 一開始謝宗教認為風險過高不同意 中共於是加碼承諾只要謝宗教成功帶直升機過去 就給1,500萬美金 就在這宗教心動並進一步與中共方面討論行動細節的過程中 被台灣檢調方逮捕 台灣國防部表示是接獲內部檢舉後 軍方與國安單位一起調查 並要求司法機關徵辦 事件曝光後 退役將軍現任無黨籍桃園市議員于北辰 在三立政論節目上向軍中的同袍喊話說 中國共產黨給你的任何承諾都是假的 不要以為中共好像會給很多利益 一旦做了共諜 他們也不會相信你了 因為今天你會為錢背叛中華民國 以後你也會為錢背叛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是不可能信任你 於北辰提起以前 國共戰爭的時候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 安插內插 但取勝之後 中共對這些臥底有16字方針 就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 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於北辰告解台灣軍人不要見紙眼開 小心有錢沒命花 連家人一起陪進去 中國經濟不景氣 保費又很貴 大批農村居民退出中國醫保 《金融時報》認為 中共政府因此更難填補經濟漏洞 社會保險體系即將崩潰 大陸媒體《財經雜誌》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自從去年起有高達1,900萬中國人退出醫保 居民醫保的退保人數更多達2,500萬人 導致醫保基金收入銳減人民幣180億元 報導表示 近年來的保費上升幅度從20年前人民幣10元 陸續調升至人民幣380元 但民眾的收入當然漲了7倍左右 這對普通家庭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再加上經歷疫情之後 中國很多家庭經濟陷入困境 只好退保 還有一個退保原因是自費額太高 例如農村醫保護想去大城市看病 醫保只負擔一部分的手續費用 病人必須自己支付絕大部分醫療費 有時甚至高達全部費用的50%至70% 所以老百姓說 買保險不如花錢去買好的保健食品 有武漢網友反映 武漢醫保現在一個月四百多元 以前十元雞 一直在升價 現在老百姓都醒不過來了 交了之後沒有真正的實惠 買了也沒有用 得了大病還要自己銀河包 好藥沒有什麼可以報銷的 藥品該報銷的不報銷 不給保險的藥品上萬種 可以報銷的只有一千多種 周圍很多人不堪重負 紛紛退出醫保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 久為十年推出的新作《倉路與少年》 在美國第一個週末票房奪冠 是1280萬美金 這是第一次由原創動畫作品 奪得美國票房冠軍 也是宮崎駿在美國的最好成績 據美聯社報導 《倉路與少年》是宮崎駿忍退前 最後一部作品 採取全手工繪製 由大牌演員配音 包括羅伯·派丁森 克利斯丁·貝爾 鮑蒂斯塔等人 另外 美國電影界這段時間缺乏大片 《王卡》、《水行俠》、《失落王國》等 要等到12月中旬或月底才上映 這些因素都有在於《倉路與少年》登頂 《倉路與少年》片場是124分鐘 改編至日本作家 吉野原三郎的透明小說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故事描述在二戰期間 十五歲少年小哥白妮 在桑母之後 和一隻會說話的倉路相遇 展開了一場不可思議的旅程 探索友情、貧富等各種人生課題 美國知名電影媒體Indie Wire 評選2023年度25部必看的最佳電影 《倉路與少年》高居第四位 另外《倉路與少年》有望在2024年金球獎 和奧斯卡再下一城 日本的情王、社香提子是水果界的真品之一 卻被中國和南韓大量度眾 價格比日本便宜 但卻沒有支付給日本專利使用費 導致日本果農損失慘重 《法新社》報導 情王、社香提子是日本果農 經歷33年培育的高級提子品種 在東京的百貨商店 有時要賣到每公斤100多美金 果農中村遊記說 情王、社香提子 粒粒的果粒都很大 甜而不利、美味可口 中村遊記本來想將這款奢侈提子 出口到香港或泰國 卻在網站上 發現來自中國和南韓的 盜版情王、社香提子 價格比日本便宜2至3倍 報導指出 由於日本沒有在國際規則 規定的期限內註冊提子品種專利 所以沒有合法理由 令中國或南韓停止種植 或要求兩國支付日本 知識產權使用費 如果日本申請了情王、社香提子的專利權 中國每年可能需要支付給日本 超過6800萬美金的專利費 為了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從2020年起 日本禁止將境內受保護品種的種子和幼苗 帶出國 否則將面臨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 這一節新聞已經播放完了 多謝您的收看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